哈喽,大家好 非常美的四角石壶开花了 它是一颗原生种的石壶兰 它的原产地是缅甸越南那一带 这颗石壶兰我养了一年 现在就开花了 它的花期是从春天到夏天这一段时间 花期不算很长 大概就两个星期左右 花是有香味的 不算很浓郁 但是香味非常的好闻 是一种甜甜的水果的味道 它的花非常的美 颜色也有好几种 有白色 粉红色 黄色 跟粉纸色 我这一颗应该是粉纸色 我在网上查询了它的相关的资料 也跟其他网友分享的视频 对比了一下 我发现我这一颗四角石壶的花 跟它们的花有一点不一样 网上的一些照片 它们的花瓣是比较尖的 整一朵花看起来就像桃花一样 而我这一颗四角石壶开出来的花瓣呢 是比较圆的 整一颗花看起来就像一朵梅花那个样子 花的形状非常的好看 每一片花瓣的花纹都是非常细腻的 最特别的就是中间的那一块花心的地方 每一次我看见花心的那一片金黄石 总是联想到一枝咸蛋黄 你们看像不像啊 花瓣非常的薄 晶莹剔透的样子 一般花瓣比较薄的兰花 它的花期都是比较短的 相对那些花瓣比较厚的 特别是带蜡质感的那些花瓣 它们的花期就比较长了 有些可以有两三个月的花期 仔细看一下它的花心 整一片都是毛茸茸的 好可爱哦 四角石壶相对其它的原生种石壶兰 它是比较容易种植的 有些原生种的石壶兰 不是那么容易种植 也不会那么容易开花 四角石壶不会像有些石壶兰那样 需要落叶才能开花 它是不落叶的 只要季节到了 自然而然它就会开花了 四角石壶喜欢温暖 湿润 半阴半阳的生长环境 它对光线的要求不高 中光就适合它的生长 它跟其它的秋石壶一样 花梗是从植株的顶端长出来的 顶端通常是有两片到四片叶子 它的枝梗也跟其它的石壶兰不一样 它的枝梗是有菱角的 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特别的特征 所以它叫四角石壶 就是一个枝梗 有四个角的 不是圆的 从这个角度看的比较清楚 这颗石壶兰是用桃栗木炭珍珠岩树皮种植 杯子是有洞的种植方法 这个就是它的名牵 Dangyobium Farmery 刚才说它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 在种植方面 我都是保持它的植料是湿的 看一下底下面这一层 底下面这些都是湿的 因为外杯都会有水分 全部的植料都是比较湿 在它的积极松长期 也就是春天到秋天这一段时间 植料一定是要保持湿润 到了冬天 那一段时间它长得比较缓慢 浇水就会稍微的少浇一点水 但是也不能让它的根完全干了 它对温度的要求也不是特别的高 全年的平均温度最好是保持在1544度到2844度之间 太高的气温或者是太冷的气温 对它的生长都是有影响的 像我这里高温干燥的气候环境 就不适合把它种植在室外了 它既不耐高温也不耐寒冷 所以这一棵石乎栏我一直都是种植在室内 它对空气湿度的要求是在70度左右 我家的空气湿度远远达不到70度 但是它也长得还可以 也能开花 会不会湿度高一点 它开出来的花会多一点呢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它对肥料的要求也跟一般石乎栏对肥料的要求一样 大概每两个星期需要给它施一次肥 我是每一次浇水都会给它施肥的 兰花比较多 也不可能总是记得哪一棵两个星期给它施肥 或者是一个星期给它施肥 反正我每一次浇水都是薄肥勤施 我所有的兰花 除了蝴蝶兰之外 其他的石湖兰 卡特兰 万代兰之类的兰花 每一次浇水都是用肥料水来浇水的 一个星期只用清水冲洗一次 肥料的用量也是非常淡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这些兰花有烧根的现象 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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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